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八Vidio Factor怎麼做 剛剛有跟老實講就是直接打開 那只有安裝之後會不會安裝那些其他工具 你再看一下 如果您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安裝完應該桌面上會有這個圖示 你可以直接這樣打開 那我們現在用1.88版的話 他會問你你是會用的 非商業性使用對不對 還是要看那個價格吧 我們就選擇第一個就好 好OK 那麼進來之後其實我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什麼事情呢 你看喔 第一個你要改一下 我通常會改一下預設儲存那個影片的位置 因為預設儲存文件會是我的文件條 那你不見得覺得那個是適合的 以我自己平常的習慣來講的話 我通常會建立一個今天的日期 我就把錄影的影片當中丟到這裡面 那當然我要走的時候 就直接把這次要兩口走就好了 那所以呢 我會第一個先進來之後 我們在這邊 您看一下 在右上 在這裡 有一個選項 有沒有 好 這個地方 點一下 好 那 您可以留意一下 目前預設在這邊 它是用抓到我那個麥克風的 麥克風的那個位置 好 那當然它也可以純粹只錄 就是我們講的會不會看的畫面 我們是 它可以選擇就是螢幕的畫面 還是只有會不會看的畫面 通常我是錄螢幕的比較多 因為這樣對我來講比較方便 好 奧布的這邊最重要的 在這裡 你選擇一下你的什麼 目標的資料夾在哪裡 所以我現在已經把它選到什麼 桌面上的這個檔案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預設會用日期的方式去幫你做秘密 所以通常我會希望 像剛剛一樣 我每次錄影的時候 它要怎樣 先問我那個名字 因為我就直接劈完了 我就回去就不用再改了 除非我覺得這個主題不適合 那好了之後呢 再做第二件事情 我會把快速鍵調整一下 我會把快速鍵調整 因為它預設它有 有那個停止 然後也有 我記得好像預設只有停止而已 所以通常我會另外再加這兩個 因為有時候暫停 也要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然後我們開始錄影 當然如果您覺得不需要 也沒關係 就是您直接透過擺體來操作也可以 所以我在這個hockey這邊 我有增加兩個 就是這個 好像是8-9-9 其實您可以 如果您以前有操作過一些其他 操作過其他的錄軟影 大部分的錄軟影 都是N8-9-N10 換個11-12 因為那幾個比較沒有 沒有人在使用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增加 然後就看您要哪個功能 然後就改變 就直接按就好了 然後它就會幫你記起來 這個是我一般剛開始的時候 會做的 就是處理的部分 那如果老師比較有版權的問題 您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在這邊 我有加這個 如果您覺得說你這段影片不知道誰拿去用 我這樣問 接下來什麼時間錄的 誰錄的 那這個呢 這個在哪裡 在下面這邊 在下面這邊 講那個A 就是所謂的字幕 字幕的地方 點下去 那我拉開一點點 這裡就有一段 你的字幕要出現在哪邊 放在哪個位置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是不是有個內容 比較奇怪 看起來怪怪的對不對 先暫時不管它 這裡 通常我會加一個這個 加這個幹嘛 因為如果你平常文字的顏色直接放 那有些時候如果放白色的 這個後面背景白色是不是就看不出來了 所以所有的是幫他加一個筆畫 就是幫他描一個文字的邊 這樣我們在看的時候比較清楚 有沒有發現我上次這個是有邊的 雖然他們不是很清楚 要放大一點 來看的比較清楚 有沒有發現有邊 那這個文字的內容呢 前面這一段看起來好像很難 其實不會啦 後面固定的是這樣 前面這個呢 如果您仔細看 日期 歪歪歪歪 有沒有 四個 我們看他們就知道了 看時間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在這邊 有沒有 10分秒 它其實裡面都有說明 那我怎麼知道 就是要滑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看它說明的 因為我們動態的時間 是不是要另外抓 另外抓 所以我會把這個部分加進去這樣子而已 那字的大小的部分 我是剩在4 就是小小的一個而已 因為我不希望去影響到整個錄影的畫面 預算是10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主要會做這幾個動作 就這樣而已 那 那 如果你的已經OK了 你就可以按錄影 那 它第一次呢 會問您說 要不要每次都提醒你這個 好 就是要告訴你你要什麼 要快速鍵把它關掉這樣子而已 好 好 我這個開始錄影 但是注意一下 第一次還會有一個畫面在這邊 在 我剛剛有把它存下來 在這裡 它還問你一件事情 要不要用所謂的電模式 有沒有 好 這裡 那一般我都會選擇No 因為呢 更模式的話就是 有些人破關很重要 哈哈 就是那要錄那個遊戲的破關 他們會錄那個遊戲的過程 那中間就不希望被打擾 然後又要很順暢的錄 所以 只要你是第一次用你就選擇這個 這個只會問一次而已 只是第一次的時候使用的時候問你 那你就選擇這個就好了 好 就選這個 那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就OK 那你就可以開始錄 錄完之後呢 像你比如說我這樣開始錄了 好 你看好 你就這樣錄下去了 可是 呵呵呵 因為我這樣兩個錄會比較不OK 我現在就另外一大堂你在錄它 好 那所以你可以像這樣錄 那錄完之後呢 它在這邊 你可以按Recoding 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人錄的那個影片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Play 那麼如果你第一次Play的時候 它會狀況它自己的解壓縮的那個層次 所以那個編碼的層次 編碼層次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看 當然你可以直接做管理也可以 有沒有關係 不難嘛 對不對 老師你可以試著做看看 你看我這邊有多準備一個 這個 插進去就可以了 哈哈 好不好 各位無端在有沒有想要試看看呢 如果是你想要錄聲音的話 或者是錄影片 那 如果說你要錄那個 螢幕上的話 就是螢幕上的話 會比較沒問題 如果你要錄的是 那個片的畫面加上螢幕上的畫面 你可能會需要另外一個小軟體 這個我看一下我能放在裡面 我沒有放在裡面 不過沒有關係 我有放在網路上 它會有一個 在這邊 我會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一個這個 這個不用安裝的 對 網路上我有放 那我再告訴您看 就是在這邊 那麼您可以打開這個 之後你就看要連到哪一個 那個網路攝影機 直接連線 那個畫面就可以出來了 就可以出來 至少你就不用安裝什麼軟體 我們這些都是帶著走的 都是帶著走的 那我把它們還給您 給您稍微試看看 您剛剛這樣的 免費軟體 能不能符合您的需求 付費有付費的好處 那免費呢 其實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有些時候甚至免費做得比付費還好 只有一件事情他做得不好 就做光果果港 體驗的人可能沒有那麼多 所以您覺得說 好像 OBIS有沒有 OBIS就要打回完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還是很多的選擇 好 謝謝 謝謝 moi 謝謝 我們 來吧 谢谢大家